在公路收费站打工的花季少女为何被过路司机追砍 她们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恩恩怨怨剪不断离开乱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印尼的恐怖片地狱女子 玛雅和东梅都是公路收费员 最近有一名男性司机经常从这里路过 每次都会盯着玛雅不停的看 把玛雅看得这心里是七上八下的 这天晚上玛雅和东梅正在边上班边聊天的时候 那个男司机有出现 男司机用恶毒的目光死死的听着玛雅 把玛雅吓得是花枝乱颤 根本就不敢和男司机对视 这次男司机交恩费后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离开 而是静止朝玛雅这边走了过来 男司机问玛雅是不是叫换柔 玛雅一听急忙摇了摇头 男司机又问玛雅的家乡是不是在曼拉扎的哈佐沙村 父亲的名字是不是叫东旺苏 早就被吓破胆的玛雅脑子里是一片空白 什么都吓不起来了 男司机见状扭头就走了 玛雅刚开始以为男司机离开了 可没想到男司机从后备箱里取出了一把大砍刀 再次向玛雅这边走来 玛雅一看大事不好 急忙窜出收费丁沙子就跑 男司机举着大砍刀在后面狂追 眼瞅着玛雅就要遭了毒手 警察及时赶到把男司机给毙了 不久之后 玛雅和东梅辞去收费站的工作 两人在市场上摆摊卖起了衣服 原本想着靠勤劳支付 但整天累死累活的也挣不了多少钱 玛雅是个不幸的孩子 打小就没见过自己的父母 把她养大的阿姨也于几年前已经去世了 玛雅在整理阿姨的遗物的时候 发现了一张照片 她本能的认为照片上的这座男女 就是自己的父母 原来玛雅小时候真的叫欢容 跟之前那个砍她的司机说的一致 后来是她的阿姨给她改的名字 照片的背景是一幢大别墅 于是玛雅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这房子真的是自己父母的 那么她完全有权力继承了 如果这件事办成了 她就能一夜报复 再也不用受苦受累了 根据男司机之前提到过的地址 玛雅认为自己的老家 很可能就在曼拉扎的哈多沙村 玛雅在上卫生间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大腿上有一道口子 里面还有一张小纸条 小纸条上用找蛙语写了一行字 她急忙用手机拍下了纸条上的字 从卫生间出来之后 玛雅看到胡同里摆放着 很多身穿黑衣的小孩模特 似乎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厄运 转过天 玛雅和东梅乘早班车 前往曼拉扎的哈多沙村 在长途车上 玛雅遇到了一个语言学的教授 她拿出手机 让教授看那句找蛙语写的字 教授说 这是一句不让邪灵骚扰的咒语 但却是一个邪恶的人写下 长途车在行驶途中 玛雅无意中看到路边有三个孩子 死死的定了她 似乎对她怀有深深的恨意 天亮之后 两人来到一小县城 乘坐马迪斯基的马车 前往哈多沙村 马迪斯基说 哈多沙村与世隔绝 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 她之前也是 拉这个村的村长回来的时候 才头一回听说这个村子 村长是个皮影戏师 经常在各地表演 哈多沙村的确像是一个 与世隔绝的村子 街道两边全是低矮简陋的木屋 走着走着 玛雅和东梅看到了 照片上的那幢别墅 只不过由于长期的闲置 别墅四周早已长满了野草 玛雅和东梅直接来到了村长家 马迪斯基给了玛雅一张名片 说如果他们什么时候想离开 可以给他打电话 村长的老妈李的妈 问他们有什么事 玛雅和东梅谎称是大学生 目前正在写关于皮影戏的论文 希望能跟村长聊聊 李的妈说村长不在家 让他们第二天再来 两人来到别墅 准备晚上在这里过夜 院子里杂草丛生 屋子里落满了灰神 破败不堪的 看上去已经荒废了多年了 玛雅在抽屉里 找到了一些老照片 照片上是一男一女 看上去像是一对夫妻 跟玛雅手上那张照片 是同一对男女 极有可能就是玛雅的亲生父母 这个时候 他们突然听到外面有声音 透过窗户一看 发现是一只送葬的队伍 两人随后来到墓地 他们发现墓地里 有很多小孩的分钟 这些小孩连名字都没有 而且都是刚出生就死了 如果是个别刚出生的孩子 夭折还能理解 但墓地里这么多 刚出生孩子的墓 这就有点不正常了 两人来到墓园门口 发现几个手持柴刀的村民 正不怀好意的盯着他们 到了后半夜 玛雅突然被一种 奇怪的声音进行 他急忙拿着油灯出去查看 此时此刻 村子里的一个孕妇 正在生孩子 村长亲自过来查看情况 孩子生下来之后 马上就被村长 跟在水里淹死了 第二天一早 送葬的队伍 再次经过了 玛雅住的别墅门口 死者正是头天晚上的那个孩子 村子里连续死人 引起了玛雅和东梅的好奇 两人跟着送葬的队伍 一路来到了墓园 他们的偷窥行为 很快就被村长给发现了 两人又把之前的那套词 说了一遍 村长一听也挺有兴趣 热情邀请他们俩 改天去自己家 聊聊皮影戏的事 东梅认为这里 引起太重了 绝对不是酒流之地 建议赶快离开这里 但玛雅继承遗产 迅速致富的决心非常大 她强烈要求 留下来再观察观察 东梅回去洗澡 玛雅则来到了 村子里的小饭馆买吃 顺便打听大别墅的情况 饭馆女老板 非常的热情 说那个大别墅 是恶极之物 魔鬼层住在那里 给村民带来了恶极 东梅正准备洗澡的时候 两个村民不请自来 说这别墅可不能随便住 因为这房子是属于一个家族的 而家族的继承人 是一个叫幻柔的女孩 所有关于遗产问题的文件 全在村长那里 村长一直在等幻柔的出现 好把文件以及遗产 交接到幻柔的手里 东梅一听就动了心了 心想麻雅不就是幻柔吗 于是他谎称自己就是幻柔 想赶快把文件 以及遗产给搞到手 两个村民一听 脸色当时就变了 谎称村长马上就要出眼门了 让东梅现在就跟着他们 去找村长要文件 东梅这傻丫头由于贪心 便跟着村民抢往村长家 走着走着 东梅越来越觉得不对劲 于是便想溜走 两村民一看 东梅想跑那能干吗 上去就把东梅给豁桌了 当东梅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被人倒吊了起来 石台上摆着好多把绣角刀 村民还把一个铁桶 放在了东梅的头下 准备工作跟过年杀猪差不多 无论东梅怎么害羞 村民始终是无动于衷 这个时候村长穿着礼服出现了 看着阵势是要举行一场盛大的仪式 村长似乎对换手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迟迟不肯动手 这个时候村长的老妈李那么感到 上去手起刀落就把东梅给杀了 说现在村子里有两个孕妇马上就要生了 再这么优柔寡断黄花菜都凉了 玛雅买完饭回到别墅 发现东梅不见了 打电话也没人接听 于是便在村子里寻找 最后他只好来到村长家寻求帮助 这村长装傻充愣 恍生从没有见过东梅 晚上村长把村民召集到了一起 开始表演披影戏 这种形式似乎有一种化解灾难 起伏的意味在里面 一天联系不上东梅 玛雅心急如焚 心里是没招没落的 晚上一个孕妇生小孩 生下来的小孩全身皮肤溃烂 根本就无法存活 村长一看只好把小孩给淹死了 这一幕刚好被玛雅给看到了 把他吓得是花子乱颤 一不留神弄出了动静 幸好饭馆女老板及时出现 把他给救了 好心的饭馆女老板 把玛雅领到了自己家 说出了这个村子的故事 二十多年前 村子里的村长名叫东旺苏 也是这里最有钱的人 家里雇了很多的佣人 现任村长的老妈 李大妈就是其中一位 东旺苏是个皮影戏师 后来娶了村里最漂亮的女人雪夏 不过遗憾的是 他们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 直到第五年 雪夏终于怀上了自己的孩子 但奇怪的是 孩子出生后 村子里从来没有人见过 没过多久 村子里接连有三个小女孩失踪 终于有一天 东旺苏带着自己的闺女 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小女孩身体完好 根本就不像一出生 就没有皮肤的样子 这个小女孩就是幻柔 随后不久 村子里出现了一个传闻 说之前失踪的那几个小女孩 跟东旺苏有关 但东旺苏财大气粗 也没人敢问的 直到有一天 现任的村长说 东旺苏一直在练妖术 为了修复好女儿幻柔的皮肤 和魔鬼做了一笔交易 但交易完成之后 东旺苏就疯了 在砍杀了数名村民之后自杀了 后来有一个赡羊的女佣 把东旺苏的女儿幻柔带去了城里 从此之后 这个村子就被诅咒了 所有生出来的孩子都没有皮肤 如果想解除诅咒 那就必须杀了那个叫幻柔的女孩 然后用幻柔的皮 做成皮影表演才能解除 玛雅一听彻底吓梦 因为她就是那个叫幻柔的女孩 当饭馆女老板弄饭的时候 玛雅无意中看到墙上挂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人她太认识 就是开头拎着大肯道 要杀她的那个南斯基 原来这个南斯基 居然是饭馆女老板的老公 为了她即将出生的孩子 南斯基才追杀玛雅的 而饭馆女老板也早就发现 玛雅就是幻柔 但是她那位会通灵的曾祖母告诉她 人和魔鬼一旦达成交易 诅咒就不可能解除了 即便杀了幻柔也无济于事 因此她才会极力保护玛雅 但她现在可不知道 她老公为了杀玛雅已经被击毙了 由于把东梅错当成了幻柔 因此诅咒根本就没有解除 村长此时也意识到杀错了人 于是她又把注意力 其中在了玛雅的身上 猜讲玛雅有可能是幻柔 村民们开始在村子里寻找玛雅 两个村民敲开了饭馆女老板家的门 说出了错杀东梅的经过 在饭馆女老板的掩护下 玛雅总算躲过了一劫 得知东梅已经遇难 玛雅是痛不欲生非常的内疚 她觉得此地不可救流 必须马上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玛雅给马迪司机打了一电话 马迪司机是个热心肠 很快和一名警察同日赶往村子 可当玛雅和饭馆女老板 前往会合地点的时候 吃惊的发现 原来这个警察也是这个村子的 可怜的马迪司机由于不肯配合 被警察残忍的杀害了 警察用马迪司机的手机 给玛雅打电话 玛雅急忙把手机扔了出去 村民们顺着电话铃声跑了过去 玛雅则趁机从另一头逃跑了 可没跑出多远 就被三个小女孩的灵魂给拦住了 小女孩的灵魂 告诉了玛雅事情的真相 当年东旺苏的老婆雪下 也就是玛雅 或者说幻柔的亲妈 跟现在的村长好上了 两人一来二去 就发生了不可描述之事 雪下怀了村长的孩子 这件事刚巧被村长的老妈 李大妈给撞见了 李大妈对儿子视如珍宝 有一种畸形的母爱 绝不允许别的女人 跟她儿子在一起 她用雪下的头发 和她儿子的头发下了诅咒了 她首先让儿子 忘掉了和雪下的感情 然后诅咒了雪下肚子里的孩子 这才导致了幻柔一出生就没有皮肤 吃瓜并且带着绿帽的东旺苏 为了挽救幻柔 才跟魔鬼达成了交易 杀了三个小女孩做生的皮影 并且为了防止今后幻柔 被三个小女孩的鬼魂骚扰 东旺苏还把一张 可以驱邪的咒语 放在了幻柔的皮肤里 也就是玛雅在大腿伤口里 找到的那张驱邪的紫条 说到底 罪魁祸首其实就是村长的老妈里的嘛 东旺苏跟魔鬼交易这件事 引起了民愤 现任村长带人将东旺苏干掉之后 伪装成东旺苏制造了一起血案 由于现任村长已经忘了 和雪下之间曾有过感情 因此把雪下也给杀了 然后把屎盆子扣在了东旺苏的头上 小女孩引领着玛雅来到了地下室 说只要把她们的皮肤和骨头葬在一起 就能解除诅咒了 随后玛雅和饭管女老板 一起挖出了三个小女孩的尸骨 把小女孩们的尸骨和皮肤葬在了一起 两人忙活完刚想喘口气 村长的老妈李的嘛突然过来 李的嘛庞若无人的男男子女啊 说当年她在东旺苏家当佣人的时候 和东旺苏的父亲搞在了一起 生下了村长 也就是说东旺苏和村长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而玛雅或者说幻柔 表面上是东旺苏的女儿 其实却是东旺苏的侄女 而村长的老妈李大妈 则是幻柔的亲奶奶 玛雅说全怪你这个老妖婆呀 我还没出生就想弄死我 哪批的村民气势汹汹的感到了 玛雅拿起铁销刚准备反抗 就被遗棍子给撬晕了 等玛雅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被人给倒掉了起来 负责行行的是玛雅的亲爹村长大人 玛雅说诅咒已经解除了 我是你的亲闺女你下得去手吗 村长一听就愣住了 玛雅说是你妈我奶奶给你下的咒 因此你才忘记了自己曾经和雪下的当作感情 村长一听可气的不轻 扭头向李大妈求证 李大妈倒是一人做事一人当 没有承认但也没有否认 母子俩当着大家伙的面吵了起来 李大妈手持利刃架在脖子上 威逼着村长二选一 村长是个大孝子 而且玛雅的话也不一定是真的 权衡再三村长决定把玛雅给干掉 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一个健康的孩子出生了 这证明玛雅所言非虚 诅咒已经解除了 李大妈一看这情况 意识到村长很可能会放了玛雅 于是就打算把玛雅给干掉 被村长一把钻住了手腕 村长当着自己老妈的面 用老妈手里的匕首自杀了 李大妈一看儿子都死了 自己还活个什么劲 于是也抹了脖子和儿子死在一起 趁着大家伙都蒙圈的状态 范果儿女老板把玛雅给放跑了 一年后哈佐沙村的一个孕妇 马上就要生小孩了 孕妇正在照镜子的时候 李大妈阴魂不散出现 导致了孕妇的流产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经 孩子一旦被圈养 很难着装和成长 畸形抹害危害大 后果实在很难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